哇!這時候場上看到的是潘威倫啊! 哇!這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潘威倫來了! 嘟嘟每一次出賽都在寫記錄啊 大家不要再討論純度與否的問題了 潘威倫在中華職棒就跟我身旁的謝長亨一樣 都是活歷史 所以純度的問題不用再討論了 討論起來都覺得會模糊焦點 扇頭就是扇頭就是很扎實 兩好兩換 投手正前方的滾地球 嘟嘟接到之後傳向一壘 抓到了楊湘河的出局數 滾地球在右半邊 陳中庭橫移過來完成了刺殺 滾地球出棒打在球的下緣 左半邊飛球邱志成往右邊來移動 完成接殺 潘威倫上來 直接抓了三個出局數 完成了三上三下的半局 嘟嘟在一八局的投球要面臨考驗了 要輪回到了前段的中心棒次 迪東華這棒掃到右半邊 但球的位置被林安可給掌握住了 對 因為他剛進來的時候其實 位的球準並不多 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這一回看到潘傑凱 有充裕的時間 時間真的是解決很多問題 哇 這一棒被帶到右半邊的飛球 林安可在Warning Trip前方完成接殺 潘威倫兩局用了二十顆球 完成六上六下 衛犬這邊是在兩人出局之後接連得分 那獅隊這邊在兩人出局之後 也是有這個機會來去做掌握 兩塊球對陳永基來說是攻擊的機會 這球還沒打 放掉 也是有點希望面對左頭 看能不能抓頭進來的那顆球 是 也就是紅中偏內 前一個打擊其實陳永基在面對一個外角的訴求 有點timing太早 打了一個捕手上方的飛球 好 這個球的陳永基向中了在周圍的飛球 應該是有機會 出去了 陳永基炸裂三分球 六比五投律師在逆轉啊 他就在等小破說的這一顆啊 真的被他等到了 好 為頭律師送上遙遠的祝福 七局下半 哇 這一棒太重要了 所以也可以看出哦 用吉他的一個經驗哦 前一球這個也是好球 但是偏紅中外面的訴求 那因為前一個打擊就是這顆球沒有掌握住 所以他並沒有是他設定的球他放掉 好 那我們去溝通 我們去預想說這個時候 用吉他的一個sweet spot 其實就是要等這種紅中偏內的哦 面對這種左頭的部分 結果真的來了 哇哦 那真的來的時候 用吉去揮棒代表說他真的有去做這個設定 你們也可以跟我們來看 Vamico 我們在 Ved üzere Resident Evil 財經 Vamico 這也是 感谢观看